我們在第一集回顧了非洲以外女性跑者在馬拉松歷史上的輝煌歷史 第二集介紹了2008年以來 非洲以外首位突破2小時20分的女性跑者Kira Diamato 第三集介紹了同樣來自美國31歲的Emily Season 跑出2小時18分29秒 和傳奇跑者Pola Radcliffe 成為非洲以外史上為二突破2小時19分的女性跑者 邁入2023年 在休斯頓馬拉松日本的新古人美跑出2小時19分24秒 成為2008年以來 第三位非洲以外跑進2小時20分的女性跑者 也是曾登上世界頂端的日本女子馬拉松 18年來再度有2小時20分以內的紀錄 她這個成績 離野口水木的日本紀錄也只有12秒的差距 1988年出生的新古人美 中學時代就已經是日本頂尖選手 在田徑場 逸傳可說是無人能敵 常上演大幅領先獨走的戲碼 2005年在世界U18錦標賽 拿下3000公尺銅牌 高中畢業後 成為實業團選手 接受奧運金牌教練小出義雄指導 但成績不如學生時代 參加馬拉松也無法突破2小時30分 2011年 新古人美走出多年低潮 把5000公尺推進到15分10秒 10000公尺也突破31分 來到30分56秒 2011年首度代表日本參加市井賽 並順利進入5000公尺決賽 在領跑的大半程後 以13名玩賽 隔年他順利入選參加生涯第一次奧運 在萬米 同樣是領跑的大半程 以第9名玩賽 2013年 新古人美在市井賽萬米 跑出人生代表座之一 名槍出發後 他領跑了9400公尺 集團一路受伸到只剩下包括 娃娃臉終結者 Tiranish Dibaba 和另外三名東非好手跟上 最後一圈多 他們火力全開 很甩心骨 第5回到終點的他 讓世界各地的觀眾 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個可謂是新古人美代表座的表現 他不僅不滿意 還表示沒達到獎牌 他失去了專業運動員的資格 長期的自我高度要求的壓力 加上足底筋膜炎糾纏多年 2014年 他宣布引退 震驚田徑界 之後4年 新古人美進入職場 成為OL 不愧一直有在參與跑步活動 2017年 他在Nike東京的田徑俱樂部遇到前日本800公尺紀錄保持者 恆田征人 在他的引導和Nike的贊助下 他重新站上賽道 當時他語出驚人的說 他一直都很討厭跑步競技 但離開跑步競技這4年 他意識到這裡才是他的歸屬 2018年 重返賽場的新古人美 很快就回到往日身手 並在2020年 迎來生涯第二波高峰 年初在休斯頓 他和異傳名將 宇赫蒂強 合作寫下66分38秒的日本紀錄 9月5000首度突破15分 來到14分55秒83 己升日本歷代第二 12月 在日本全國田徑賽1萬公尺一舉跑出30分20秒44 刷新射井樣子保持了18年的日本紀錄 2021年 新古人美保持水準 在東京奧運出賽萬米 以第21名完賽 國內各大小賽事也都有大會紀錄 區間紀錄的表現 2022年 在東京馬松跑出2小時21分 把自己的PP推進了9分多 2023年休斯頓馬拉松 新古人美成為18年以來 第1位跑進2小時20分的日本女子選手 2小時19分24秒的成績 離野口水夢的紀錄也只有12秒之遙 他賽後很快就宣布 將參加柏林馬拉松 力拼日本紀錄 從過去長年的傳統異傳高中 到實業團的團隊式訓練 到現在 新古人美在橫田真人所經營的2Labs團隊下 以小型精英團隊的方式訓練 並在社群上 以影片和文字分享他們的訓練 對於當代跑者 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不過其實不只2020年代 新古人美的影響力 跨越了2000和2010年代 從中學、實業團到現在 他全力以赴的風格升值人心 當自己實力遠高於對手時 就全力挑戰自己或是紀錄 面對實力高於自己的對手時 也是跑自己全力的強度 專注、忍耐痛苦的表情 也很具感染力 再加上賽後的真情流露 在人才積極的日本女子長跑歷史 已經有了兼具實力和人氣的崇高地位 從非洲以外的女性跑者 在世界馬拉松的輝煌歷史 到認識3位最新非洲以外突破2小時20分的3位選手 下一集 我們將從各個面向探討 2024年 巴黎奧運非洲以外的選手 佔上頒獎台的可能性 我們在世界中有受賞的地方 這次我們也要做的 他們在某些人的崇高地位置 我們在世界中有一個好處 在世界中有受賞的事情 我們一起去保護 我們在世界中有受賞的